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北美的老窝生活的最后一个部分 如果你没听到也没看过我以前的故事分享的话呢 你可以点开一下我的播放表 我的播放表里面呢有一个我的北美婚姻 你可以在里面看到我以前分享过的视频 你也才会了解我整个在北美过的老窝生活是怎样度过的 为什么我一直想分享这段经历呢 是因为我觉得这段经历和一般中国女人来到美国过的日子 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 对我来说呢也是刻骨铭心的 那么看过我的故事的人呢都知道 我是为了留在美国为了利卡 谈了21天的恋爱之后呢 我就闪婚嫁给了在美国生活的老窝男人 这段经历呢其实就是一个大冒险 所以呢我一直在和大家分享我的这段经历 也想让视频面前的你呢了解一下和老窝男人在一起生活 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 那上一个部分呢我们分享到 第二天我的老公呢就来到我的店里面 还给我送了午饭过来 完了之后呢他就把家门钥匙给了我 发了个脾气呢就走了 可是那天呢我也没理他 因为我那天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忙 而且呢我也心情不太好 我觉得他是个男人 他想给我耍脾气 我也想耍脾气呢 所以呢我一天都没有给他打电话 可是呢他也很能忍啊 他也是一天都没给我打电话 到了晚上我下班了之后呢 我还是忍不住的给他打了个电话 可是呢一直打都没有人接 回到家之后呢 我才发现他的车没有停在家门口的那个dryway 因为他的车呢是一个小货车 trunk 所以呢他是没停在车库的 我看到他的车没在呢 我也知道他可能生气没有回家 我女儿呢也不在家 我自己呢就吃了一点东西 然后就上场睡觉了 其实我八点多钟就开始睡了 迷迷糊糊的睡了一觉 我醒过来的时候呢是十二点多钟 因为我看十二点多了 他也没有回来 然后我身边没有他 尽管说我并不爱他 但是呢我并不讨厌他 他没有在身边 我当然也很着急了 所以呢我要再次给他打电话 这个电话呢他接了 他就说我今天晚上呢 住在旧房子的这一边 我就不回来了 以后呢我可能也不回来了 之后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这时候我才打开衣柜 就是我的房间呢是男人的衣柜 是男人的衣柜 女人的衣柜是女人的衣柜的 我才打开他的衣柜看了一下 他的衣服有一半以上 他比较喜欢穿的都不在了 这时候呢我才知道 他可能真的是离家出走了 那因为他不在家嘛 我呢也睡不着 而且我打的那个电话和他的对话呢 让我心情非常的糟糕 所以呢我就下楼来烧点水 喝点茶 这时候我就看到那个 我们吃饭的那个桌子上面 有几封信 其中有两封信呢 就是我的 我们家呢是习惯把油箱的信件 拿过来之后呢 把属于自己的信件给看了 别人的信件呢都丢在桌子上的 他有一封 我有两封 我就看到有一封信的盖栈呢 是从移民级发过来的 我就打开看了一下 结果呢里面是 你猜怎么着 是我的十年利卡 对于在美国的人来说呢 你知道十年利卡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可以长期在这里生活 我生活超过五年之后呢 如果我愿意 我还可以申请美国公民 就算是我不申请美国公民啊 这十年利卡要过去的时候呢 我再次申请利卡 他也比第二次申请利卡的时候 好容易的多 所以这是我今天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三年多四年和他在一起 无论有多少委屈 无论有多少的不开心 或者说我让他不快乐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所以那个晚上啊 我自己啊睡了一个好觉 然后第二天呢 因为头一天呢 我有一些营业额 有一些现金 我需要到银行去存 然后呢 我就到银行去存钱 我才发现银行账户上 我们唯一仅有的三千块钱不在了 于是呢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就问一下他 我说那个三千块钱不在了 是你取了吗 他说是我取的 那些钱呢 都是一些你的营业矿 还有这些年 我们省持节用 我的一些工资在里面 那如果我们要分开 我要开始新的生活的话 我肯定是需要一些资金的 你买的那套房子呢 也是你女儿的名字 我呢也不和你分 我就只拿走这三千块钱 那个店呢 我也不会做 所以呢 就归你了 我听他这个口气呢 并不友好 而且呢 我也非常的生气 我就想 我真的是远嫁的姑娘 我在这边没有亲戚 没有朋友 你真的是欺负我 都骑到我的头上来了 就因为一点事情 要和我闹得那么大 把家门钥匙还给我就算了 我觉得你再耍孩子脾气 现在你再把钱骑走 我就觉得你是完真的了 既然你是完真的 那我就不理你了 因为我也很忙 我也要生存 所以呢 我也懒得和他去纠缠 懒得去和他吵 就这样子 我们就冷战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的有一天呢 他的一个叔叔 也算是他们家族里面的一个长辈 就给我打个电话 他就跟我说 宝宝 那个夫妻之间吵架嘛 是正常的 每个人呢 都会有错 他也给我打个电话了 给我讲了一下 你们之间的矛盾 是怎么发生的 我呢 也把他骂了一顿 这件事情呢 是他错 但是呢 他是男人 他觉得要面子 他不好自己回家 你呢 就放低一下姿态 你到原来你们那个家里面啊 去跟他说几句好听的话 然后帮他收拾一下东西 把他带回家 当时的我呢 当然也很生气 因为我觉得他在小题大做 这个事情我都没说呢 我在这边没有亲戚 没有朋友 我也没地方说 他倒是先和他的叔叔去告状了 而且就因为他把钥匙还给我 把钱全部取走的这件事情呢 也让我非常的生气 所以呢 虽然他的叔叔 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说 好的 那我想想我怎么说 但事实上呢 挂了叔叔的电话之后呢 我也懒得管 我也不去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既然是个男人 你自己要离家出走的 不是我让你走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 你要离开这个家的 那你自己有脚走 我觉得你自己应该就有脚回来 这是我当时的行李啊 所以呢 我就没管他 也没理他 而这中途呢 我觉得我被抛去 而且呢 我也不开心 他呢 给我打个两个电话 我都没有接 因为这些年呢 他也经常给我耍一些小脾气 我觉得呢 这一次呢 我就不理他 我要把他的这个小脾气啊 给压回去 我就把他这样子晾着 说实在的 他也把我这样子晾着 婚姻的关系就是这样子的 你不低头 我不低头 你不退一步 我也不退一步 到最后肯定只有分手 特别是那些二婚的朋友 没有共同的孩子 没有共同的财产 也没有和双方的家人 走得非常的近 这种时候 如果没有一番退让一下 给个台阶的话 真的一定会减散的 我们就这样子 一直冷战 冷战了差不多一个月 然后一个月以后的 有一天晚上呢 我加州的一个朋友 他呢也是从中国 嫁过来加州的 一个老窝人 而之前我的视频都说过 老窝人呢 特别的喜欢聚会 他们的party呢 特别的多 一个婚礼可以搞到 几百人 三千人 所以一个晚上呢 我加州的这个朋友 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说 宝宝姐姐 你没有来加州吗 没和你老公一起来加州吗 我说没有啊 我在店里面 我很忙的 他说 你怎么让你老公 一个人来加州啊 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 某一家人的一个 结婚纪念人的party 办得很大 我们去参加了 看见你的老公啊 和一个你的在跳舞 非常的亲密 是不是你老公在外面 找了女人 我还偷偷地拍了照片呢 我跟你发个照片吧 之后我也没跟那个朋友解释 我们之间到底怎么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还没有一个结果 我们到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我是一个不太愿意把我自己的烦恼 把我自己不愉快的事情分享给朋友的 所以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说 我说啊 可能是他的一些什么表妹表姐之类的吧 他有很多的表妹表姐 可是我那个朋友呢 还是说 我看他们跳舞 搂搂抱抱的 根本就不像和表妹表姐的那种感觉 尽管我并没有太在意这件事情 但是呢 我还是真的很感谢 他把这件事情呢 告诉我 那因为我的朋友跟我讲了这件事情呢 我就心里面更加生气了 所以后来他给我打几个电话呢 我都没有接 他呢 可能以为他真的离家出走了 我就真的不要他了 所以呢 他就使劲地在外面交各种女朋友 后来我分析了一下 他为什么那时候要交那么多的女朋友 一呢 就是想引起我的重视 让我主动去找他 但我偏偏不找他 我不找他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真的 我自己工作非常的忙 真的每天非常的忙 非常的累 我也没有心情去想那么多 我男女之间的这些关系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我觉得我还是挺想他的 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子的 当一个人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呢 你才慢慢地开始去考虑这个人的哪些方面好 哪些方面不好 哪些方面适合你 哪些方面又不适合你 我想来想去 我想想 这差不多四年的时间 他的父母对我真的是没有说的 他的父母对我真的是非常的好 而他自己呢 除了他喜欢每个星期都去参加老窝人的各种party 经常喝醉 喝醉的时候呢 偶尔会在裤单里面撒尿 只要他的朋友在 他的亲戚在 只要他有酒喝的时候呢 他就忘记我是谁了 但是其实平时的话 他对我还是挺好的 比如说我们一起吃饭吧 桌子上有什么我喜欢吃的菜 他都会给我留着 都会加给我 尽管他的收入非常的低 但是我喜欢的三样东西 他总会给我买一样吧 尽管那些价格可能就是几块钱 但是他爱我的心是在那的 其实我也不傻 而且呢我也不坏 我也能体会到他对我的感情 而且这三年多四年 我也已经慢慢地习惯了他 我也在想 我可能也能接受这种生活 就这样子吧 我也不想再折腾 我也不想离婚 而且呢 我真的也已经习惯他了 于是呢 我就给他打电话 可是呢 电话的那头他接了 他就说 有什么事情 我说我想和你聊一聊 谈一谈 他说我现在在机场 我正好要去旅游 我要去坐游轮 如果可以在电话里面说的呢 你就在电话里面跟我说 如果不能在电话里面说的话 你就等我 我十天以后回来 我再找你 然后有什么话 我们再说 然后因为我是你人嘛 我也非常的敏感 我之前呢 和他去参加过一次 坐游轮 Cruise 上面呢 基本上都是一队一队的 或者说一家人 带着孩子去的 所以尽管我并不爱他 但是呢 我一分钟 那种嫉妒的 敏感的心就出来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和谁去啊 他说和一个朋友 我说是你朋友吧 他说也算是吧 也不算是 就是我们削约着 一块出去旅行一下 看看我们能不能 就是相处的一块 或者说我们相处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可能也会确定 男女关系的 我就说啊 那这么快就找到你朋友了 他说也不算是了 我想跟你讲啊 可能这个人的话 你还是认识的 然后我就在想 我认识吗 我在美国 本来就没有认识几个人的 怎么我会认识呢 然后呢 我就再追问了一下 我就说 那到底是谁吗 然后呢 他就告诉我 是我加州那个朋友的 他的一个表妹 那我加州的这个朋友呢 比我还小一岁啊 那他的表妹呢 但是我才来美国的时候 我在加州也见过他 他的表妹呢 可能就是三十四五岁这样子 尽管我们在同一个老窝人的 这个群里面 但是我们没有家为好友 我们之间来往呢 也不是很多 但是我知道他是谁 而且呢 我也知道他的性格 他是一个 非常的喜欢玩 非常的喜欢打扮自己 挺漂亮的一个姑娘 但是我那位老窝老公呢 已经是五十八岁的男人了 所以呢 我就为我那个老公啊 念了一把汗 我就提醒了一下他 我就说 嗯 他太年轻了吧 你和他在一起 不适合 其实我是因为心里面知道 这个小女孩呢 他 怎么说呢 比较花心 而且我也知道他以前是因为婚外裂 才离掉婚的 所以我也很担心他利用我的潜伏 所以呢 我就好心的提醒了一下 但是他就说 嗯 这个不能保证呢 我们两个聊天 聊得特别的好 我就问他 那之前你都不认识他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但是我不是认识你家中的那个朋友嘛 因为我和你家中的那个朋友呢 是Facebook的好友 所以在Facebook呢 就推荐我去认识他的好友 我就认识了他的妹妹 这次我们去坐邮轮呢 是第一次见面 我觉得他一定会喜欢我的 我当时都觉得我自己好可笑 我是在和我的老公打电话 但是我竟然说他不适合你 我不知道别的女人遇到我这样的事情 他们会怎么处理呢 我真的觉得在每一段婚姻关系里面 我都是最笨的那一位 那他既然已经在电话里面跟我说 他要和另外一个女人去坐邮轮 那我自己呢 当然我也算是有点失望 有点难过 但是呢 好像我也非常的冷静 一是他走了之后呢 我就开始起草 分居协议 其实我那时候呢 才来美国不到四年 因为和他分开的 这一个多月 两个月的话呢 我也想了很多 也了解了很多 我知道在美国北卡 婚姻法 如果要离婚的话 得些分居满一年以上 然后呢 才能在法院起诉离婚 而且这个分居的协议书的话呢 是要到银行 或者到公证处去公证过 才有效的 所以呢 我就把这些准备工作都准备好了 十天以后呢 他回来了 他回来之后 主动的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有什么事情 我呢 就跟他说 那你回来好 正好我呢 要找你签字 我们要签一个分居协议书 那现在你不是有 你想要找的女朋友吗 我们就签了这个协议书之后呢 你才有权利去找女朋友 我自己也有权利找男朋友 在我们签这个字之前呢 你如果真的要找女朋友的话呢 你就是犯法的 那那个时候呢 他可能和这个 说服出去玩啊 玩的可能挺开心的 所以他也很爽快的跟我说 好吧 那你过来吧 我在家呢 你来家里面 反正这个家呢 之前也是你的家 你就过来吧 在家里面签 所以那天晚上呢 我是开着车 到我之前住的那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老房子里面 去签那个分居协议书的 但是到的时候呢 我才发现门口有一双女士的拖鞋 我就在想 哇 这么快就有女人来我的家住了吗 但是呢 我还是沉住了气 进家之后呢 我就让他很快的签了字 而且随便聊了一会儿之后呢 我就离开了 第二天呢 我要约他过来 我们两个呢 拿着那个分居的协议书 到这个美国的UPS 做了一个公证 说明我们从那一天呢 就分居了 说实在的 签完这个字之后呢 我又难过 又开心 因为我觉得 我有一年的时间 选择我是要回到他的身边 还是我要选择新的生活 完了之后 过了三个月 三个月呢 非常的漫长 那天呢 又是他的叔叔给我打电话 他的叔叔跟我说 宝宝 你在店里面吗 我说我在的 有什么事吗 叔叔 他说我过来看你一下 顺便呢 有几句话要跟你讲一下 其实我是知道 那个叔叔要跟我讲什么的 但是呢 因为我比较尊重他 我觉得我一直都是 比较尊重长辈的 所以呢 我就答应他 我就说 那你过来吧 我在店里面了 然后一个小时之后呢 那个叔叔就过来了 没想到一起过来的呢 还有我的那个前夫 还有叔叔的老婆三个人 那个叔叔和婶婶来到之后呢 他们就跟我说 对不起 这三个月呢 他们没有太关注我 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 可能我也很忙 可能我也很难过 是他们的错 他们没有注意到 我们两个已经分开了那么长时间 那么今天呢 他们呢 是因为我的那个老公啊 请求他们一起过来 过来求我 让我原谅 然后呢 让我的老公回家的 请求我给他一个机会 我就跟那个叔叔说 我说 我从来都没有让他要出去的 而且呢 我从来都没有说 要和他分开的 家门钥匙 是他主动给我的 而且他把钱全部 起走的这个事情呢 已经让我非常的伤心 非常的绝望 再说了 他不是已经有你朋友了吗 为什么还要让我原谅 让我给一次机会呢 那个他呢 就跟我说 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分开了 也没有相处的太久 那个叔叔呢 也跟我说 他说 爸爸啊 每个人呢 都会犯错 是的 他搬出去是他的错 他和别的女人出去旅行 也是他的错 但是你呢 就宽容一些 毕竟你们都是二婚 重新住戒一个家庭呢 也都不容易 所以呢 我们请求你 给一个机会 我那个老公呢 也跟我认错 跟我盗窃 也要求我 让他回家 说真的 虽然才三个月 而且这三个月呢 他做的这些事情呢 已经让我非常的失望 尽管我有时候 非常的想念他 非常的想念他的家人 但是呢 我还是跟那个叔叔 跟他 跟那个叔叔的老婆说 那这样子吧 给我两天的时间 考虑考虑 我跟他们说 我要考虑考虑呢 其实也不是一个 我要拒绝他的借口 我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 来考虑 来沉淀一下我自己 好好地省事一下 考虑一下我的人生 考虑一下我到底 真的想要什么 说真的 我非常的纠结 非常的难过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的女儿呢 就给了我一个主意 她就说 妈妈 你好好地想一下 如果你和现在的老公 维持这种关系 是你想要的生活 而且十年二十年以后 你回想你一点都不后悔的话呢 你就去找他 你就让他回来 但是如果说十年二十年以后 这一段婚姻 这种生活 你会后悔的话 我建议你啊 还是算了吧 既然他已经搬出家了 你就顺遂推舟 我呢不能说什么 妈妈你比我有经验 你自己好好想一下 那时候我的女儿呢 只有十八岁多 都不到十九岁 但是我觉得她说的话 非常的有道理 是的 如果我一直过这种生活 十年二十年以后 我可能真的会后悔 因为这本来就不是 我想要的生活 她也不是我爱的人 如果说我并不爱她 我并不享受这种生活 那何不如都给鼻子一条退路 一扁两宽呢 于是我就拒绝了 她要回家的这个请求 那时候的我已经四十六岁了 对一个四十六岁的女人来说 离婚真的非常的可怕 但是我突然想起 我的一个客户七十几岁了 有一天我那个客户 还很高兴的跟我说 爸爸我结婚了 而且非常幸福的 跟我分享了 他结婚的那些照片 在美国很多人 离婚个四次五次 六次七次都不在话下 所以我就在想 我既然来到了美国 我一直过着老窝人的生活 我都不知道真正的美国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何不如我开启一下 我在美国的真正的生活 一是一年以后 也就是我们缺了分居学艺书以后的一年 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 而且这时候的我呢 也有自己喜欢的人了 所以呢我主动找到他 我说我们已经分居一年了 我们到法院去申请离婚吧 那天呢他还高高兴兴的和我一块吃了个午饭 是他请的课 本来我的意思呢 我们是去申请离婚的 但是到法院的时候呢 没想到法院一下子就复制出一张 我们的离婚证给我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 其实中途啊 他是给我打过一个电话的 他说那个分居学艺书呢 是你起草的 离婚证呢 让我来申请吧 这个离婚应该是我主动 这样子我才有面子 我没想到这件事情呢 他那么快就做了 而且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的 而且呢我也不知道这个法院 那我们不是分居才满一年的吗 不是说分居满一年之后呢 申请离婚 还要等半年之后 开庭之后才能拿到离婚证的吗 到底怎么回事呢 他到底做了什么 而且他到底又是怎么做的 尽管我的心里面是这样子想的 但是我也没有多说一句话 我们两个呢默默的走出法院 我不想知道我还没有签字 这个离婚证就拿到了 我不想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在美国离婚了 我去确实实的离婚了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感谢你花上你宝贵的时间 一直在这里陪我唠叨 那到今天为止呢 我的美国的老卧生活 老卧婚姻呢 就告一段落 也算是我结束了 我在美国的婚姻 那么这个视频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再来分享 我在美国的第二段婚姻 很多人呢都非常的关心 也很想知道 我和我现在的英国老公 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怎样生活的 如果你想了解 想知道 想怎么找到英国老公的话呢 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的话呢 记得点个关注 然后关上小铃铛 这样子下一次我再分享 我和我的英国老公的美国生活的时候呢 你才不会错过的视频 你也才不会错过外嫁你在美国的真实的生活 那感谢你的观看 祝你2023年健康平安万事如意 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